加拿大卫生部已发现将近300家公司 对关于新冠状病毒相关的产品 做出虚假广告或是非法贩售 但至今为止却未对任何一家公司进行起诉 CTV报道 加拿大卫生部数据库中 有292个公司产品涉及宣称能缓解、预防、治疗、 诊断或治愈新冠状病毒的虚假或误导性广告 其中包括口罩、防护套和手套 声称是洗手液和消毒剂的产品 紫外线灯以及声称对新冠状病毒 具有功效的所谓天然保健产品 包括药用蘑菇、维生素、免疫促进剂和精油等 甚至还有一个防尘和防务帽子 声称它能有效地阻绝了携带冠状病毒的唾液 这些产品要不是在公司网站上出售 就是在社交媒体或是其他公开交易的网站上贩售 加拿大卫生部对于个人防护设备PPE都有详细的规定 对于这些违法公司 卫生部却说不建议对任何接受调查的公司提出控诉 卫生部发言人加格农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加拿大卫生部主要目标是使用最适当的干预措施 来管理加拿大人面临的风险 经过调查 被标记为不合规的公司应及时采取适当行动 以解决任何不符合法律和法规要求的情况 迄今为止 在卫生部发布管制性之后 已经成功实现了资源遵守承认违规行为 并指示立即修改或删除违规广告材料 在发现纠正措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 该事件在网站上被标识为一解决 加格农表示 卫生部可以采取许多执法行动 包括现场勘查 回收和产品扣押等 也可以将案件转嫁给加拿大公共检察署PPSC 但他说 目前未有任何案件提交给PPSC 他建议消费者研究要购买的公司 并确保他们拥有医疗器械营业执照 截至10月1号 安省已经收到28000起 有关新冠状病毒产品价格欺诈的投诉 其中超过9600起涉及PPE 当局已完成对全部投诉的约三分之一的审查 约有900项投诉以提交执法部门 安省消费厅表示 是否提出指控取决于警察